- 為了我可以幸福美滿嗎? -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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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- 來 - 來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- 來 - 來 - 直覺囉 - 來 成 - 沒有地雷啦 -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- 好 來看一下呢 - 先選到255好了 - 由靖淳姐 - 還有我們的美音老師 - 選到255 - 是 - 好 這個方面呢就是有60分 - 蛤? - 今天是怎麼回事 - 那人際關係呢 - 非常的幸福美滿 - 密度好 - 沒錯 - 代表就是說呢 - 可能先前如果遇到一些障礙啊 - 或是不順心的事情 - 都沒有關係 - 未來一個月呢 - 這些貴人呢都會幫助你呢 - 好的 - 把這些障礙呢 - 塵埃落定 - 而且會變得很好 - 所以呢這是一個 - 逢低買進 - 逢高也不會賣出的 - 逢高也不會賣出的 - 好像嗎? - 好了 了解了啦 - 反正就是有貴人會幫助你啊 - 不用擔心喔 - 一切都可以化醒為宜的喔 - 好來看一下選到我們的137呢 - 由我們的艾成所選到的喔 - 137呢 - 未來一個月 - 恭喜你喔 - 桃花盛開 進展順利啊 - 我有喔 - 人氣爆棚啊 - 只是表面上不美滿啦 - 但是私底下或許可以更美滿一點喔 - 其實呢選到這個數字呢 - 可是剛剛艾成有講過說 - 例如說他們宗教信仰有一些戒律啊 - 其實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小部分 - 就是說利用以佛教的觀點來看的話 - 其實呢戒律來講的話其實就是說 - 如果感情方面 - 如果你是夫妻正常關係 - 一對一跟老公老婆 - 這樣的性愛是沒有關係的 - 但是你不可以欲望太深呢 - 可能一個人老公去搞小三 - 就是隱亂 - 然後老婆只搞小王 - 這樣就不對的 - 所以有正常的夫妻生活是OK的啦 - 所以呢在桃花方面呢 - 只要兩個人敞開心胸呢 - 你的桃花各方面的關係都會很好 - 是 - 要多溝通 - 好來看一下如果選到我們的166呢 - 由我們的豪傑所選到的 - 或觀眾朋友選到的 - 有90分喔 - 在職場上的機會會很多 - 而且呢你的財能可以發揮喔 - 所以你可以多去好好的發揮你的長財 - 或第二專長 - 或投資那個艾成的沒事也可以 - 好好的發揮你的長財 - 沒事也可以 - 就不好吧 - 可以發揮我的長財 - 當什麼吃水什麼什麼的 - 就是說發揮你的才華 - 好好的表現自己呢 - 你的能力可以備受肯定 - 而且可以被大家看見 - 是 - 會讓你更上一層喔 - 恭喜你囉 - 好來看一下選到我們的314呢 - 由我們的篤靈哥所選到的喔 - 恭喜你遠離病痛 - 讓你的 - 心情變得好了 - 好的 - 對 - 繁華都是夢 - 唯有健康才是王道 - 真的 - 對 - 對吧 我說最近呢 - 可能有些百姓的事情呢 - 會遠離 - 心情呢會豁然開朗喔 - 是 - 所以呢你的遠離病痛 - 多做一些運動會很好 - 這樣就好了 - 對啦 不錯啦 - 請到1我還 - 已經很久沒有80問了 - 好的 剛剛現在選到181 - 由我們的艾莉絲老師所選到的 - 觀眾沒有選到的話呢 - 恭喜你100分喔 - 財運很好喔 - 財運很好喔 - 財運很好喔 - 然後呢財富也崩了 - 所以呢有一些好的投資啊 - 好的賺錢機遇 - 要好好把握喔 - 恭喜你了